为什么饭店做的酸菜鱼那么好吃呢 鱼肉嫩滑还不碎 更多的方法来 你也能做到 男人有菜 媳妇伴的爱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小丑 我们还是年轻自己泡的酸菜 自己泡的酸菜好吃得很 我们买一条黑鱼回来 准备来做一个酸菜鱼 弄起 暂而把今天老炭酸菜酸爽开胃得很 把酸萝卜 酸菜切成片 如果是买的酸菜 建议大家还是洗一下 叶山椒切碎 姜蒜拍了也把它切碎备用 好了 葱花切好了 我们来片鱼 现在把鱼头跟它下下来 我们顺着它的猪鬼 把肉片下来 用一条毛巾压嘴 它不容易打花 把鱼头 鱼骨在这块块备用 好了 我们来把鱼排取下来 顺着这个 实的样子 把鱼排取下来 接着我们来片鱼排 用刀在鱼排上 把这个面玄刮一下 它不容易打花 这样片成薄薄的鱼排 今天片薄一点 因为这个黑鱼 它的肉比较紧实 因为这个黑鱼 它的肉比较紧实 因为这个黑鱼 它的肉比较紧实 心别慌 手别抖 跟着感觉往前走 这样子 片成薄薄的鱼排 好了 我们先把鱼骨 加盐 给它清洗一下 去除它的腥味 鱼片用同样的方法 加盐清洗 再倒出来 淋干水 这个水里把鱼干 再来加入盐 胡椒粉 姜葱水 给它抓均匀 这样给它抓上紧 有点年收了 这样子 就加入半个鸡蛋清 继续抓均匀 再加入红薯淀粉 红薯淀粉腌鱼更巴适一些 好了 我们鱼盐好了 这样子放个十分钟 接下来 起锅 下入一些猪油 先把酸菜炒一下 炒过的酸菜才会香 好了 再起锅烧油 下入鱼头 鱼骨 这样子给它煎一下 煎香了 再下入姜面 椰山椒 给它炒出味道 待下入炒好的酸菜 再次稍微炒一下 就可以加入开水 如果有骨头汤的话 就更安逸了 加一些泡椰山椒的水 胡椒粉 稍微重点 防点粉条大碟 也可以防粉丝 煮过一两分钟 再加入一勺鸡粉 白醋 好了可以把鱼骨 酸菜炒起来 大底 接着关小火 下入鱼片 一定要关小火 鱼片这样子散开放 大火的话 它会把上的姜 冲掉 这样放下去 先不要动它 让它定型 焦火煮过一分钟左右 鱼片变颜色了 就可以炒起来了 接着我们再起锅烧油 再一些芙辣口 干辣椒 花椒 芝麻 蒜蓉 炒香了淋在鱼片上面 撒上一些葱花 鱼片吃起来嫩滑 酸辣开胃 没得吃 放心大胆的吃 安逸得很 有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专法 收藏起来吃一下哟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